5月10日上午,中国第18批腹黎巴内维和部队成立即出征实施大会在陆军第75集团军某公划旅举行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6名英姿撒场的女金人格外醒目, 其中3名女兵将作为排列作业手执行此次维和任务, 这也是中国腹黎巴内维和部队首次派出女兵执行排列任务。 据悉,中国第18批腹黎巴内维和部队共410人, 由多功能工兵分队、建筑工兵分队和医疗分队编程, 将于5月下旬分两个梯队前往黎巴内。 任务期为一年,主要担负扫雷排报、工程建筑、蓝线栽桩、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。 首次派出女排列作业手,既是让女金人走上一线战斗岗位的实际几错, 也是响应联合国让更多女性参议到维和行动中来的呼吁。 据悉,这是该部第12次腹黎巴内执行国际维和任务。 在吸收以往维和部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, 结合任务实际需求,他们围绕扫雷资质认证、应急防卫、交战规则等内容, 进行了两个多页的封闭式集训,高标准完成了筹备工作。 紧张,但是也更多的是期待,想展示我们中国军人的形象, 展示我们陆军的风采。 每一名扫雷作业手在离场上的每一个动作, 每一个细节可能都于死身擦肩, 但是我们勇于直面战场与牺牲。 每天比别人多一些训练时间,还有多一些力量练习, 比如说服务撑,还有哑铃的训练, 第一次看到雷可能会有一些害怕,但是会去努力克服。 据统计,自2006年排出第一批福利维和部队至今, 中国福利维和部队累计探查清牌近200万平方米疑似雷区, 和1.4万余米巡逻道路, 发信和排出各类地雷和爆炸物1.1万余煤, 完成各类工程保障任务1万2千余次, 为当地居民修复道路300余公里, 执行9项人道主义救援任务,累计救助7.67万人次, 感谢观看,